很多朋友一听到牛塞 他就以为是动物的药 其实不是的 牛塞是一种草本植物 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竞节 生得特别好似牛的膝蓋 节和节之间是鼓鼓的 就好像牛塞盖那种弯曲关节的感觉 所以古人就被他起的名字叫做牛塞 最早解释这个名字 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衣家图坟景 他在《本草经疾注》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其境有节似牛塞,故以为名也 后来明代的《本草成雅叛蟹》里面 又从这个约效上加了层理解 他说牛是一种力气特别大的动物 膝蓋是身体成上啟下 他有支撑白力的关键部位 牛生这个药的作用是隐约下痕 即是可以将药力往下面走 有延伸疏痛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究竟牛塞不单因为他生得似 而且也是因为他的功效和濕的功能 刚刚对得上,挺铁切的 大家好,我是藉医生 这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牛塞 牛塞这个药材其实是一种属于 现科的多年三草本植物 它药用价值非常高 它最早是在神龙本草经里面被提到 它还有其他别名 比如百倍、牛莖等 都是讲同一种植物 牛塞是喜欢那种温暖干燥的气候 它怕得不太耐寒 它只要分布在三西、三东、浙江、四川的地方 它经常是生在那些山坡和林下面 在古代的药名诗里面 就见到牛塞这个词 比如 鱼、鱼、覆盆内、平地、没牛塞 这句诗是七字衣、不送的王廷坚 他是个大司法家 也是一名诗人 这个诗来自他写的 《药名诗八首》 王廷坚借用很多药名书白他的情感 这首牛塞是其中一个 他当时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拼 心里面不太舒服 这些药名就成了他表现无奈和独立个性的一个方式 说到牛塞 现在就不得不提一名古人张志迅 他是现代人浩布山 又称为天黎子 原来是泰三洲东药庙的一个主厨 虽然他是个道士 但他自己也说过 前世宿德医生 今作道门小才 张志迅他平时喜欢用牛塞 泡酒养生 传说他活到九十多岁 依然是恶发童颜 精神头特别好 为后世留下了养心有道的美名 牛塞这个药材 一直是帮助一族很重要的中药来用 本草肝木里面 甚至用到珠宝之功 鱼牛之力 这句话来形容他的保益能力 在这么早的神龙本草经里面 都提到 牛塞可以用来治疗一些寒湿 牛塞引起的壁胃 四肢发迟筋 或者是湿头戈 盖 他痛 弯得弯不下来 还有一些 治热毒伤 或者是烫伤 这些情况 长期服用 还有轻生内老的说法 更简单来说 中医认为牛塞是有几个功效的 可以活血通经 保肝神 强筋骨 利尿通瓏 还有将血引到下半身来用 所以在临床上 经常会用来治疗一些 腰湿酸染 根急蒙力 水肿 头痛 这类问题 对于牛塞 民间还有这样的前世 相传在以前河南的一个老狼中 即是一名中医 他发现一种药草 用来治疗病 效果特别好 他帮助了很多人 后来年纪大了 他又想将这个秘方 传给一个心地善良的徒弟 在先后去了几个徒弟的家里 结果这些徒弟一看老人家 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就觉得没什么好处 就把他赶出去 眼看就觉得很失望 最小的徒弟就把他接回家 照顾得特别好 平时又关心他的想乱 老狼中心病的时候 还经常守在那个床前 好像对待父母一样孝顺 老狼中看在眼里 心里面很阴迷 于是有一天 他将这个徒弟仔 叫到他眼前 打开铁身的包袱画 这里面有一种药草 是一个保 用它可以强根急保肛绳 还可以延年益兽 后来老狼中气势之后 这个徒弟仔 就靠着这个方 成了远禁文明的民众医 这道药草的径 有凌能折 好像牛的湿头哥 所以大家就照顾牛湿 其实河南淮庆府出产的牛湿 它的质量特别好 被称为淮牛湿 都是有名的道地药材 有些朋友问 自己身 现代医学如何认识牛湿呢? 研究到正常 牛湿有很多护性成分 比如组金 载酮 黄酮 多糖 多态 包括生物检 和有基酸 这些成分 就揭定了牛湿 可以发挥不少药理作用 包括抗炎 抗肿瘤 抗肥瘤 调节免疫 研究发现牛湿的群体储物 对抗血糖效果比较明显 可以显示降低 糖尿病小鼠的康福血糖 和糖白血糖蛋白水平 对小鼠的肛神功能都有保护作用 具体来说 可以降低血清基金 基本转氨煤的活性 还可以提高白球比 都是增强身体的蛋白代謝状态 牛湿多糖 就是中药牛湿的子异性成分之一 牛湿多糖 都是从牛湿的金部提取的 它唇化之后是一种水溶性多糖 简单来说 牛湿里面一种有效成分 可以溶于水 根据显示的作用 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特别是免疫系统受损时 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收割作用 作为一种天然的免疫调节 牛湿多糖可以帮助身体生成抗体 和提高免疫球蛋白水平 还可以促进淋巴细胞增值 和幼度生成细胞因子 这些对免疫非常重要的物质 同时牛湿多糖 还有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提高多种抗氧化酶的活性 抑制养化应激 减少细胞损伤 从而掩缓衰老 此之外 牛湿多糖 还可以出众软鸡细胞增值 防止鸡头 因为微小的血栓形成 造成压力过大 和急组织坏死 从而有助于急和软鸡的回复 继续朋友问 牛湿有什么需要治的地方呢? 如果患者是个敏体质 或以前对牛湿有个敏反应 有些人用后 会出现皮肤发氧、起疹 甚至出现红斑 这些个敏症作 另外牛湿这道药 比较苦而且酸 如果擅自服用 不按照医足力 可能会刺激胃肠度黏膜 导致不舒服 比如恶心、嘔吐、腹脏、腹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孕婦是不建议用牛湿的 因为这个药 会通过血液影响到胎儿 可能会导致胎儿发育異常 导致孕期不利 而且它有一个活血通经的作用 经量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热经期间不适宜服用牛湿 它容易会导致这个热经量增多 还有有热经延长的情况 多谢大家